大家好,我是Linda,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为大家展示一下 怎样在Windows 10上面的屏幕截图 截图可以是网页,各种类型的文件 照片,游戏信息和你的YouTube频道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三个方法屏幕截图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Windows的剪切工具 Sleeping Tool 第二个就是Windows键加Shift加S键 第三个就是用键盘上的PRT-S键来做屏幕截图 首先我们用剪切工具来屏幕截图 去到搜索框里面这里 输入SNI 我们就看到Sleeping Tool在这里 打开它 如果你的电脑是中文的 你就输入中文 然后按一下新 它这里有个模式 按下它有四种模式 首先我们就用第一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是自由形式剪切 自由形式剪切就是你想剪 你想要剪切的地方 我们想自由剪这个 剪下来以后它会自动的把这一个储存到你的剪贴板里 如果你想储存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就按一下文件 然后储存到你想要储存的地方 比如我要储存到桌面 好 按一下桌面 然后输入你的名字 随便打个名字 然后储存 它就存到桌面上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它固定到任务栏 这里把它固定到这个任务栏里面 你就很方便 每次打开它就可以了 打开开始菜单 然后去到window的附件 打开附件 然后按剪切工具这个图标 打开以后 也是可以 就是你看它也出来了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固定 一样去到菜单 然后去到window的附件 按下 然后去到slipping tool 按鼠标的右键 然后按多 然后按固定到任务栏 看见没有 我们就给它固定到任务栏 每次 你要用它的时候 打开它就可以了 按新 然后再按 模式 现在我们用第二个模式 举行 举行模式就是你 它有一个十字箭头 你就按一下 你想要剪切的地方 我要把这个卡片 按了以后就 放下鼠标以后 你储存到你想要储存的地方 一样 我要存在照片里面 你就按图片 然后输入一个名字 然后储存 关掉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按window键 这个window键 加shift 加s键 你按了它以后 它就会出现这个小型图标在这里 第一个就是 矩形我们试过了 第二个就是自由形式剪切 第三个就是window 就是窗口你现在用的 另外一个就是全屏 我们来试一下全屏 剪切 按一下它 按了它以后 然后我们就去剪切板里查看 它就自动储存到剪切板里面 这里 这个就是window全屏的剪切 好 我们打开剪切板 看它的全屏 然后把它粘贴到这里 这是给你一个示范 这个全屏剪切 最后一个方法就是使用键盘屏幕截图 你可以直接用prtsc 或者是用window加prtsc prtsc就是print screen 屏幕键 同时按下它 它就会自动的存在剪切板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用键盘的alt加prtsc 同时按它就只是屏幕截现在的窗口 auto加 剪切就是这样的 我们把它粘贴到里面 就可以有一个 这里是窗口 然后这个是全屏 你就可以有一个对比 这最后呢 你就用 剪切板查看window加viki 你就可以去剪切板里面 查看你屏幕截图的所有资料 最后再为大家展示一下 四种模式的剪切 第一种是自由形式的剪切模式 第二种是矩形剪切 第三种是窗口剪切 第三种是窗口剪切 第四种是全屏剪切模式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请订阅 点赞 和分享 谢谢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